新專輯我在努力寫的專輯 今天也是一個新曲獎的作曲工作 雖然沒有得獎 但是我覺得當天錄影的時候 我是真的動輯 然後就是落淚的感覺 因為剛好在做新專輯有一點危險 所以當時接到消息的時候 所以其實是非常激動的 覺得好像其實他在鼓勵我 繼續繼續創作 然後繼續用音樂表格 你想說的話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等待我 昨天進來彩排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25週年的 你知道孩子長大的時候 最討厭看到自己英文時期的照片 然後一走進去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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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當年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稚嫩 只有18歲 只有覺得的話 當時怎麼會自己覺得 非常有自信要去參加歌唱比賽 然後 然後 然後莫名其妙 今天就走到你們面前 然後看到你們 直接我的專輯 從剛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覺得 唱歌是最有趣的事情 然後進來才發現 哇 非常非常多的高手 值得我去跟隨他們 然後自己慢慢的一接一接爬上來 到現在我還是一個非常好奇的學生 所以這是唯一我到現在 還很有動力的原因 然後 因為 新專輯 新專輯 我在努力寫的當中 今天也是一個金曲獎 折家作曲公布 雖然沒有得獎 但是我覺得 當天入圍的時候 我是真的 凍結 然後 就是 落淚的感覺 對 因為剛好在做新專輯 有一點 聽見 所以 當時接到消息的時候 其實 自己是非常激動的 覺得好像是 喔 他在鼓勵我 繼續繼續創作 然後 繼續 用音樂表格 影響思路的話 所以 非常 謝謝 大家等待我